关键个股,利空消息耗补股份,股东你减持不超过1.65%股份,华正先财,股东你清仓减持3.43%股份,热心科技,良股东你减持不超过4%股份,大庆华科,三季报预亏1500万元,1900万元。 早天公告,双汇发生一区封锁令市监委列州,现金为王大股东也不傻,人家也看着股市呢。 大A的股民是真惨,买啥啥抬雷,买医药于造价,买化工于停产,买银饰于明星逃税,买新能源于不鲜向华,买猪肉于猪瘟,能在A股活着的不是韭菜而是英雄。 今月行情解析,大盘指数今年下跌,前一段时间跌到了2691点反弹,于是乎,大肖老师喊出儿童底成立。 不少股民纷纷表示,但愿这次是对的,可是好景不长,今天儿童底跌破了。 今日大盘开盘走高之后筷子下跌,截至收盘2668.97点报收,跌破了2691点的儿童底,后面的底叫什么? 等待大肖老师继续起名字吧,三大指数起跌,下跌加数2957加,上涨加数393加,厉害了我的A股。 其实,今间行情没有什么好解析的,都在跌,只要是参与市场的,基本都亏钱,不亏要么是运气,要么你就高手了。 指数继续新低,那便不是底,老老实实右侧交一把,左侧抄底只会死得更狠。 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,最大的悲剧就是航行来了,你的钱没了,那你只能干笨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